从武汉返回美国的首批侨民 在本周三早晨安全抵达南加州河滨县的一处空军基地 当局表示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 将会对所有反美人员进行各项筛检 若没有感染症状 他们最早将在三天后返乡与家人团聚 来看报道 周三早晨8点左右 从中国武汉撤离201名美国公民的大型客机 降落在南加州河滨县March空军基地 接下来72小时 全机乘客将接受隔离观察和更仔细的筛检 以防止任何可能的新型冠状病毒扩散 当局表示此次反美乘客已经接受四次筛检 分别有两次在武汉 两次位于阿拉斯加 确保没有发病症状才登机并飞回美国本土 而目前还没有人员有任何发病症状 由于全国唯一能够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验证的实验室 位于亚特兰大 所有回美侨民的协议将被送往检验 预估72小时内能获得检查结果 当局表示 乘客若在72小时的观察中 没有任何染病症状 随后可自行返家 但接下来的14天内 所有旅客仍然需要接受 由当地卫生部门进行的每天两次检查 如果我们不认为它是危险 本次撤侨行动是由美国外交部协调安排 此前该航班曾宣布将降落在圣贝纳迪诺县的安大略国际机场 但在周二晚间突然改到飞抵河滨县的军用机场 当局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提供所有反美人员更舒适的时速环境 新唐人记者王自义 加州河滨县采访报道